大家好,我是Stan 12月21号,在首尔万豪饭店召开了GD的记者会 当天Galaxy Corporation宣布他们已经与GD签订了专属合约 而GD没有出席记者会 只有所属公司的相关人员参加后进行了 所属公司表示 我们在此声明,GD与演艺圈的毒品事件无任何关联 我们请求在此次报道之后 不再将GD与演艺圈毒品事件相关联 现在是每个人都需要负责人行动的时候 从今天起到28号午夜为止 我们将给予一周的时间 希望删除或更正网上流传的恶评和散布虚假事实等 一切损害GD名誉的贴文 此后我们将按照零容忍原则 不给予任何宽容,将强硬应对 第一次看到给时间删掉贴文的艺人 不要放过他们全部起诉吧 这次看到有很多约界的酸烟 不过从现在开始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进行起诉 希望那些散布虚假事实和恶评的人能够消失 看到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用提高威胁的艺人后 看到真正受过伤害的GD这样应对 真的觉得他像个菩萨一样 好感急速上升 GD精神病黑粉们 给你们机会的时候赶紧删掉吧 给你们机会的时候赶紧删掉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华语圈网友们后期的内容 今天凌晨在韩国论坛 有网友上传了 Espot Karina与Jerobis文曾安比 两个人是不是在交往的贴文 这位网友拿出的证据是 12月18号曾安比发了一个橘子皮的照片后留言 我能结婚吗 然后12月19号两个人拍了千零级影片 12月20号 Karina上传了橘子和橘子皮后发文 爱情撑着橘子而来 高手的剥橘子皮 接着就是曾安比在粉丝论坛唱了 拜拜买blue 拜拜买blue 而KarinaIG的账号是 Katanina blue 然后是之前两个人做过同样的千零级 两个人也带了同款戒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看到有人因为在冬天像其他人一样吃橘子就说是在交往 真的可以看出那些黑粉的头脑和智力都有问题 那个家伙在其他论坛上也散播Karina和曾安比交往的谣言 但因为没有人关注 他就转发到其他平台了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造谣 连橘子照片Karina云腾和宁宁都发过 但只拿Karina的来说是 看起来真的太傻了 1.曾安比先发了剥橘子的照片 而Karina是跟宁宁一起吃橘子的 Karina甚至都不知道曾安比吃过橘子 2.那个魔术是因为最近流行 所以粉丝才叫Karina做的 3.blue 这个太傻了 我都不想多说 曾安比和Karina都是戴了造型师准备的戒指 节目结束后都已经归还 所以他们都没带任何东西就出现了 最让人上火的是 海外已经开始把这两个人扯在一起了 18 总结一下就是 这又是脑子不好使得黑粉造谣 统一种族的那些人跟风而已 华语圈的粉丝们可以赶紧地无视这个内容 OK 下一个消息是 明年即将出道的Seventeen师弟团 昨天公布了团明汉logo Torce 不知道的人看了会以为是Wanus的弟弟团 目前还没有公开成员 很好奇是几人组 TWS会读成是Torce 最大的问题是 TWS一般不会被读成Torce 所以 大家觉得TWS这个名字怎么样呢?